如果我们去区域的区域 在商业区域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富贵人 照片、灯广告 十多片的鸡肉 变成三片的小鸡肉 这种有些人都难以下咽 吃不饱不死 如果新加坡人躲 外国人不需要来躲 新加坡不要躲 也对也对 不可以躲 不要躲 你本身还有在工作吗 我现在还有在帮忙 做一点小生意 你觉得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会大吗 应该是很大 有钱就越有钱 然后穷的就是生活在那边 稳定在那边而已 没有办法突破 你觉得新加坡贫富差距大吗 不是很大 新加坡大多数都有收入 其实新加坡讲一句老实话 如果穷是有很少 但是只有你肯去出来 找点工作做 应该是三餐没有问题 除非你是身体不健康 没办法 但是那种手脚好好的 如果你出来随便 寄咖啡店收盘 小放东西收盘 多多少少吃是没问题的 我认为它蛮大 因为如果我们去区域 例如沙尔 我们去区域 你能看到有很多富贵 如果你看到另一边 也有很多坏人 如果我们去区域 不差距大 因为新加坡的民资金 政府没有跟人民说 到底低收入是多低 中等收入是多中等才等于 因为有些我的朋友就相差了一百块钱 服用不到就是资格不到 他就不能拿那个津贴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很不公平 然后我跟你讲 我母亲现在86岁 她在新加坡做了 差不多整30多年40年的那种 清洁扎工 还有洗厕所 这些扎工以前都没有CPF的 小文你是觉得在新加坡 要收入多少才算是富有的 看以年龄来讲 如果说年轻人 他们至少要三万才可以 养育孩子的费用又高 要求也高 所以你没有上万的生活费是不容易 今天一个餐 就是最少就五六块钱 不包加货水 那政府就讲这个budget meal budget meal三块半 那些议员出示的budget meal 在照片上 他的budget meal是很大份的 三块半 可是随着议员的走开 现在budget meal越来越少了 照片登广告 十多片的鸡肉变成三片的小鸡肉 这种有些人都难以下院 吃不饱饿不死 哈哈哈 OK看你 OK你的要求是什么 好像如果你能住在三房四房四 有津贴什么 我觉得啦 三千处就够了 如果你的房子带一大堆啊 三千都不够 哈哈哈哈 看你住什么地方 好像我住个三房四的屋子 我一个月一千块够啦 如果你这半个了 你十千也不够 看你老爸留下来怎么想要财产给你啦 如果你本身买 你当然你买你自己可能能够负担多起 好像我现在有买一个五房四 我认为我负担的起 其实我跟你讲 政府的越贵 你的负担越高 而且呢 你的优惠越少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那些人有旅客或是 有家人的买房子 我认为他们的负责 我认为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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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15,000-20,000 我认为那些人 我认为那些人 能够负责的 Gucci 和那些 都不够负责的 尤其是那些人 一直在买负责 在买负责的 那些人 我认为我认为 非常羞恥 如果你能吃 McDonald's 至少每天 我认为 我认为那些人 已经很贵了 因为它很贵 每天 是$6-$7 在买饭和喝 肯定比较10,000 好 好 确定 因为 在这些职业 如果你看到 职业职业 例如 McDonald's 工作人员 可能最多 你能够得 $2,000 $2,500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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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多 我们有看到 有很多 老一辈的人 都年龄很大了 还是在 小半中心 做工作 不不不不 你怎么看呢 他们哪里做工啊 他们在打发时间 真的 他们做什么很轻松的 收碗 含这些东西 政府鼓励那些 没有工作做 你看刚才 你跟Auntie走过 他可以做 他不要做 他每天你讨钱 你要收碗 一天多早 我不知道 大约10多20块 很轻松的 不会辛苦 不会在外国 做碗很辛苦 这一碗一碗 就拿上来 帮去那边 拿回来 帮回去那边 很轻松的工作 这怕你喇叭 你去哪里都有问题 真的真的 然后一点点 人家不够你吃 那吃怎么都可以 怎么海鲜 怎么喂也都有 第一 就是看他们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是政府族啊 你不动就会退卧 所以有些人工作是打发时间 然后有些就是 真的是需要赚钱来 靠自己生活啦 有两种啦 就是好像如果以我来讲 我能力上可以 体力上可以 我做工没有压力 我做工我觉得对我来讲 身心灵都会得到滋养啦 我觉得是福气啦 能够做就是福气咯 我看到很多我是觉得很可悲啦 可能没有很好的计划 或者孩子方面啊 很好没有的教育啊 或者什么啊 所以得靠他 所以我能够感受到这群人啊 就真的没办法 他一定要做 虽然身体很弱哈 他还是要去做 CDC voucher 像这一类的发放陷阱的方式 能不能帮到比较贫穷 比较低收入的人 CDC voucher可以帮到 可能那一个月 那一个月而已 减少他们家庭的负担 CDC voucher 是那些啊 好像 Ziant Saint Song NTUC 他们所卖的东西 已经是mark up了的 价钱已经mark up了 其实买不到他的本来原价 他的本来原价 比如一个水果市 他们的批发价 总批发价是一毛钱 可是他卖的是一块钱 所以你的CDVP voucher 到底值多少钱呢 是一个 那个比例好像有点不对 对对对对 新加坡人认为就说 哎呀 随便啊 有拿好过没得拿 问题是这样 不然不然我问你啊 为什么我们新加坡人会去马来西亚 柔佛消费呢 两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路程去到那边 我本身都去柔佛消费 当然会有啦 新加坡有提供这些 我觉得这几年疫情过后 我们也是得到很多优惠啦 然后你看啊 有钱人也是能够优惠啊 他们都钱花不完还是来啊 还是有优惠 这一点我是觉得好像有有一点矛盾 因为你真正的是要帮那些需要的人 好像除了CDC voucher这种方式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帮助一些低收入的人 帮助缩小平铺差距 如果你是真的是收入很低很高 你去申请一种好像特别卡 去咖啡店都与特别应该 可能会有办吗 就是我有一支张卡 证明 他政府要调查是不是真的要假的 对明白 然后我就进来这样卡 去咖啡店 去福克中心 出这张卡 可能每一样菜啊 两块半两块这样 另外一帮政府可以帮他填补 这样一包三块半 现在你收他两块 政府可以给他快半 因为低收入的人 你不只要看他住屋子大和小 他的本身月收入年收入 你还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 医药状况 他的身体有什么疾病啊 他的隐患啊 需要花的支费 不单单只是说医药费 医药费是很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每个月 几个月他的复诊费 这些是固定的 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所以新加坡人比较爱面者 就不会跟你讲话穷人 而且你看穷人 你要工作 真的有很多工作 你要不要去做的 好像十一碗之间 你看看他现在拿去 外国人做的 如果新加坡人做 外国人不需要来做嘛 在新加坡不要做 也对 不可以做 不要做 你看不要看他薪水不低的 对有可能很高的 可以每天吃restaurant的 要让这些比较贫穷的人 就是讲 你一定要很好的投资教育方面 就是要让他们懂 你穷困的原因导致的问题 培养下一代很重要 因为只有知识改变命运嘛 因为新加坡是这样的 没办法嘛 所以这方面政府也有注重啦 我也是觉得 你同意他们 关于新加坡贫富差距的看法嘛 觉得不错要订阅哦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